病房里他住了其他一些病人 很多类似这种情况捧那个病友 然后其实在他们交流当中 我发现了 我瘫了 我可能一辈的可能做不起来了 从开始拒绝治疗不吃饭 拔输液管想自杀 到后来渐渐平复心情回到家中 房先生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当中 房先生除了去医院复查之外 再也没有出过家门 每天把自己封闭在房间中 和外界没有任何的交流 在房先生看来 当时他的生活是暗淡的 但是有一次社区举办了 残疾朋友聚会 房先生第一次鼓起勇气 走出了家门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是在这次聚会上 他遇到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的出现 点亮了房先生原本灰暗的人生 怎么认识他的 在一次活动当中吧 然后小丁的出现 就是让我眼前一亮 没有过多的交流 特别有朝气 特别有阳光 就我在我这个想象当中 我没有想象过 她有这样的女孩 就是也是坐轮椅 那我不知道她有这种想法 你还记得当时 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吗 见了面的时候就打了个招呼 我说你好你好啊 她就说我没见过你 我也没见过你 互相报了一下姓名 但是呢 但是她的形象 就已经印在你心里了 好像是上天注定 我就是感觉到 我随便往哪边一看 我就能看到她的身影 算一见钟情吗 你觉得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这么说 应该有这么很大的成分 她也是我接触到的 就是在残疾朋友里边 给我印象 就是感觉 印象比较好的一位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下 跟她表白的呀 是你跟她表白的吗 我觉得我做 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我就留了一下Q号 我回家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上网 赶紧加她 赶紧加 我就怕她赶紧加我 很快她也就通过我了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 这个网络 开始有了接触 我觉得每天起来睁眼 我觉得 是应该做什么事情 对 好像应该找小丁 是不是应该问问她 在不在 过得好不好 将近两年 我才鼓起勇歇 向她表白 也没有拒绝 也没有答应 那她当时接受了吗 当时应该 没有直接接受 只是说可以 咱们先从好朋友做起 咱们先慢慢 咱们在家庭上了解 最起码她没有回绝我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